近日,江洪杰自营的桌球吧胜打开幕,众多艺人好友前往捧场,据悉自江洪杰与福云爱离婚后,就开始将重心放在事业上。 6月14日,曾经和江洪杰同门一起参加过节目《全明星观察》中的大员,也前往球馆打球,还在社交平台上赞他,温和有赖心,长得帅。 两人互动也十分活泼有趣,可以看出,如今江洪杰已经完全走出了离婚的消极情绪。 此前,江洪杰刚刚离婚现身某直播间时,胡子拉叉,肤色暗沉,眼色暗淡,整个人看上去很颓废,似乎还没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。 好在还有两个孩子的抚养权,如今事业也开始有起色,也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 离婚后,前妻福云爱也重拾阔别已久的桌球事业,还创办了相关公司自己出任CEO,最近也开始在大陆开启了直播。 如今虽然两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状态,但曾经的恩爱演变到现在的婚变,也的确让人唏嘘。